课逮捕斯诺登为引渡做准备 香港方面并没有对引渡文件做出正式的回应 只说事情还在审议中并且拒绝做出过多的解释 但斯诺登的律师罗伯特帝国依然建议他要尽快离开香港 因为他认为香港回归之后 地方政府在面临重大决策时都要听北京的 他担心中方时早会将斯诺登作为与美国交易的筹码 阿湘奇这边也是相同的意见 他还委派了对香港非常熟悉的助理莎拉拉里森 亲自飞到香港协助斯诺登离开 在纪录片《斯诺登大逃亡》中 斯诺登曾经证上评价维基解密 他说当时所有媒体公司当报老龙准门 都想从热点新闻中分一杯羹 但只有一家媒体他们说要保护吹哨人的安全 说一问什么时候都要确保有人站在吹哨人身边 这家媒体就属维基解密 对了哄强美国视频 维基解密以斯诺登的名义买了十几张由香港飞往世界各地的机票 据过当时有一趟强鼓发手术哈巴纳的航班 非常一大半的乘客竟然都是记者 单纯没有见到斯诺登本人 事实上斯诺登能够成功逃离香港 还要感谢美国当局在这期间犯下的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美国国务院在引渡文件中把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的名字 错误拼写成了爱德华占卯士斯诺登 运动内部搞错了 这样香港找到了借口来花时间进一步审查资料 斯诺登正是利用了这个时间差成功策划他的逃亡 香港国会议员夜留书一时候机智的回应说 我们香港人在处理法律文书时可是非常仔细的 我们要确保那就是美国当局想要找的人 美国发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及时冻结斯诺登的护照 6月23日斯诺登和沙拉来到香港机场准备搭买莫斯科的航班 沙拉不断对机场的编辑人员表示 斯诺登的护照是有效的她的离开是有所法的 在一番艰难的交涉之后 斯诺登终于被允许登机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她和沙拉都送了一口气 她为沙拉为什么要帮她 沙拉说因为你需要帮助呀 竟然愿意为了一个陌生人堵上自己的心灵 有不少人对美国政府所犯在这两个低级的错误感到蹊跷 引读请求如此重要的文件竟然能把当成的名字给写错 让人忍不住怀疑政府内部是不是有人在暗中协助斯诺登 香港大局在斯诺登逃亡过程中的态度也非常的耐人寻味 用沙拉的话说是斯诺登对于香港而言就是一块烫手山日 但将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事后评价说 以当时的风味来看 中国是想和美国维持一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所以不想让这个厚手山日一直存在于中国境内 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中美双边关系 另一方面可能是担心时间长了会出现维克效应 进而引发中国版的斯诺登事件 中国那个时间点不愿意也没有能力 去长时间的跟美国针对整个情报系统做对抗 那么一方面是为了保持美中双边的关系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大陆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斯诺登 中国版的斯诺登 那么所以这件事情最好是让他尽量不要在香港拖延 那么能够赶快离开 我相信那个是当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阿斯诺登和沙拉抵达莫斯科之后 他们的原本计划是飞往古巴的首都哈瓦那 然后在那里转机到委内瑞拉或者是厄瓜多尔 阿桑奇请求一位厄瓜多尔的外交官在莫斯科机场接应斯诺登 并且告诉他现在享有厄瓜多尔的外交保护 此时莫斯科机场已经被媒体人员是围得水泄不通了 厄瓜多尔外交官费了好一番功夫才找到了斯诺登和沙拉 然而登记时斯诺登发现此时他的护照已经被美国给冻结了 他和沙拉被迫留在了机场过境区 于此同时美国政府已经和俄罗斯联系 希望他们能够引渡斯诺登 一开始俄罗斯方面打算和斯诺登私下交易 说只要他愿意和俄罗斯情报部门合作 他就可以立刻离开机场 但是斯诺登并没有答应 很快俄罗斯总统普京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斯诺登进俄罗斯境内 就这样斯诺登和沙拉在莫斯科机场过境区的一个荒暗低色 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滞留了一个月 不过很快事情便出现了转机 南美国家波利维亚表示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7月初恰巧波利维亚时任总统爱沃莫莫莱斯 乘坐总统专机来莫斯科参加天然气输出国家高峰会议 美国FBI高度法宜斯诺登会乘坐莫莱斯的总统专机和他一起离开莫斯科 7月2日莫莱斯的达索列英900专机从莫斯科起飞 计划返回波利维亚 中途会经过多个欧洲国家的领空 根据维也纳公约 总统坐机享有特殊的外交待遇 就像是飞在空中的该国领土 然而在美国的施压下 法国葡萄牙意大利三国竟然先后拒绝莫莱斯过境 总统专机被迫降落在奥地利 在搜机并且确定斯诺登不在飞机上之后 三国才肯放行让莫莱斯回家 还待在莫斯科坐镜区里的斯诺登看到这个新闻时事被惊得目瞪口袋 他不敢相信美国政府为了抓他 竟然已经离谱到了这种地步 总统专机受估成了国际舆情的关键转折点 法国立刻就此时道歉 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向波利维亚政府发出了正式的解释 此事件也促使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2013年8月1日 斯诺登获得了维基一年的俄罗斯避难签证 冷静门事件爆发之后 斯诺登首先选择藏匿于言论自由又有中国大陆撑腰的香港 后来为了不被抹黑 计划经由俄罗斯古巴前往委内瑞拉或者俄瓜多尔 最终阴差扬迫地留在俄罗斯 成为了俄罗斯制衡美国的筹码 这场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 无不体现了斯诺登 缜密的思维和卓越的政治头脑 当然也少不了维基解义在背后策划 阿德迪的助理沙拉·哈瑞森 因为帮助斯诺登至今为止 还被自己的国家以反恐之名拒之能外 沙拉出生于英国的一个中产家庭 根据英国反恐法案中的Schedule 7法教 海关有权利在所有关口 对任何人进行拘留和盘问 时间可以长达9个小时 行事权利之前 警方不需要任何证据证明 被抓者是可疑的恐怖分子 也就是说海关今天看谁不爽 谁就有可能被拦戒下来 陪聊关小黑屋没收何有财物 被拦戒的人无权保持沉默 必须回答各个问题 否则就是触犯法律 律师告诉沙拉 他几乎一定会被英国海关 以Schedule 7之名透流 而且几乎一定会被问及 斯诺登的有关情况 对沙拉而言保护现人 是他的基本职业操守 但是保持沉默就意味着触犯法律 摆在他面前的就只剩下了一条路 那就是从此流浪他国 很难想象国文在自己面前 狠狠观赏是一种怎样的实验 2013年末沙拉离开穆斯科 来到了德国 开始了在柏林的工作和生活 2014年2月 斯诺登的签证到期后 俄罗斯又给了他三年的居留许可 2017年再次延长3年 2012年10月 斯诺登拿到了俄罗斯的永久居留权 2022年9月26日 被扣舞俄罗斯国际 也就是说路前 斯诺登是持有美国和俄罗斯双重国际的 2014年10月 导演劳拉·博瑞斯 首次将斯诺登事件扳上了大萤幕 拍摄了纪录片《第四公民》 劳拉之所以给纪录片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一开始 斯诺登就是化名《第四公民》 给他发出的爆料文件 该片获得利用 发展英国电影学院角最佳纪录片奖 以及87件奥尔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奖 2015年丹麦导演《海尔布斯》 又拍摄了纪录片《斯诺登大高王》 揭露了斯诺登从香港前往莫斯科的诸多细节 2019年9月17日 这一天是美国一年一个的宪法纪念日 斯诺登选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向全球20多个国家同步发售了自传永久记录 初中他详尽回顾了自己的前半生 发大量的篇幅 表达了对美国政府坚实行为的怀疑与不安 自传一经出版 维近尼亚州联邦法院判定检方胜诉 这因为这《斯诺登》这本次传的反费 和之前演讲所获得的所有收益 都相归美国司法部所有 不过《斯诺登》表示 随他们去吧 反正他输诉也不是为了赚钱 不过《斯诺登》 竹子 天啊 大人 都在了 小子 大人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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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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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屁宸 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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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elly no telly 妈妈出气了啊 妈妈走了 no telly tiny telly no telly 嘘 你不要把老看电视看的 就现在你怎么想拿来 不给这个看了就行了 你再哭妈妈不爱你了啊 啊啊啊啊 你看你这个没给妈妈找到这个呢 where is this very cold 你是这么滑的吗 啊啊啊 白开了 你受小孩做啊 啊 你受小孩做啊 可以啊 啊 受小孩做 嗯 受小孩做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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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呃 是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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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這個媽媽,爸爸,我來, 行, 行 媽媽,我叫你叫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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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你可以把麽调整掉了 你把便宫上楼再設定 用1點半就把 1點40把今天電腦給我 用啥 1點40把電腦給我 兒子今天什麼 菜四這麼有 What you want 被子归相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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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